四缸怎么看 韩国鱼效应比较像是碾鱼效应 它有在商业馆里面 一条碾鱼进去一个鱼缸里面 其他鱼 第一个 你就一直拼命要动 你不动的话你会被吃掉 所以这个放韩国鱼 所以朱立伦被吃掉了吗 目前为止大家都会努力动 各式各样的动作把它做出来 要避免被碾鱼追过去 所以这个如果以健康的来看 其实这是好的啦 就让这个让友谊参与者知道说 山外还有另外一座山 你就必须要挑战那座山 要越过之后 你才能说可能拿到 总统候选人这样的一个资格 但是对于国民党内部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啦 不要搞什么二阶段 千万不要搞这件事情 国民党不能换柱换上瘾 这个不能说看了谁不行 我就再换一个 这个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怎么去判断 那再来你这民调讯息万变 你说三个月后的民调 跟三个月前的民调 都完全不一样 一年前谁知道韩国鱼 有总统候选人的声量 我完全想不到嘛 然后再来 我记得那时候党政商说 那你为什么凭这1069 1067去决定民调的候选人 那你这同样的逻辑来看 那你为什么凭1067 1069来决定韩国鱼 取代这个经过初选的人呢 所以我觉得要嘛 就让韩国鱼 就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就进入初选名单 不然你就劝他 不然就小语大意 你现在讲法跟钟小平一样 我没有跟他串供 没有跟他串供 我们是各自发展的 钟小平很有指标意义 外界老是把他贴标签说 他是吴敦毅的爱将 对啊 所以钟小平平说 这个呼吁吴主席提名韩国鱼 基本上我也是有惊讶到 是啊 因为外界在看 就是吴敦毅到底会不会去登记 参选总统 这是一个变成一个 本来从绝对的肯定 向他转趋中立 变成是带观察 带观察 那吴敦毅自己也明白 他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 因为他对于这正常 沙场老将来说 每一次打仗 都要十全十美 都要拿达到十拿九稳 不然的话这个 他的面子 他的战功就往哪摆 所以其实钟小平的这种看法 甚至另外一个 李明贤之前的看法 我觉得都出现一些 微妙的转变 OK那我不管他们 但是我自己个人想 因为国民党经不起 什么二阶段论 再换一次这种折腾 如果再搞到这样子 十月十一月再换的话 对不起国民党就分裂了 对 国民党分裂 你没有理由说 所以你赞成要拱韩国语的 干脆第一阶段 就把他拱出来第一名 第一次就拱啊 哪有说我这个好学生 参加考试 哇我考了第一名 就对不起 另外一个才是第一名 那是不参加考试的 没有这种事啦 参加考试 你给你桌子翻掉 那第一阶段是三四月 就要拱出来 对我觉得就基本上 你要真的要 如果吴敦义 相关的这个 支持韩国瑜的朋友 你们要第一个 小语大意嘛 告诉韩国瑜说 救台湾 可能比救高雄更重要 或是你担任了 这总统之后 你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去投到高雄 就是你要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讲法 让韩国瑜答应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 你要营造这个社会气氛 会期待韩国瑜救台湾 有 韩粉会支持他呀 韩粉 你说韩粉有票 就柯粉一样 柯粉一会支持柯文哲 韩粉是建立在 怎么样的支持上 他认为中国 中南海北京政权 会相对对韩国瑜有散 我的观察 韩粉大部分 就是堵烂民进党 为止基础 仇恨民进党 对 就堵烂民进党 希望民进党 就是要犯下台 仇恨民进党 不是仇恨 就让民进党下台 做得不好 下台正常民主 同样的 柯粉也是 柯粉也觉得说 柯粉上来可以教训民进党 可以把民进党拉下来 所以其实 韩国瑜支持者 必须要有一个讲法 要有一个讲法 第一个要说服台湾人 第二个要说服高雄市民 因为你的过去在 一二四是高雄市民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这一个理论 一个论述 大家才可能扩大 大家的群众基础 要不然第二个 就不能有二阶段换人 一定要把就第一阶段参加 参加考试 顺利拿到第一名 然后呢 要全党来辅选 全党把这个第一名的候选人 把他拱上去 我觉得这才是 国民党要思考的道路 而不是说想办法 这些人先考试 考完是没有 你这都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这另外11位在产生 这绝对分裂 所以要让韩国瑜选的朋友 第一个 第一阶段 让韩国瑜参加初选 好我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现场